歡迎收聽《新時角聽新聞》 2021年12月23日 西岸繼武漢後 成為中國第二個封城的千萬級人口城市 也成為中共不惜代價清零的又一個生動樣本 封城後 背著文明世界的千年古城 撒時間就變成大監獄 亂象層出 磨患呈現 有打工仔不惜冒住違法和生命危險 逃離西安 有市民幾次請求隔離被拒 結果一家六口全部都感染 有年輕人外出買饅頭 回小區時被工作人員圍偶 有39歲的男子突然胸痛 被三間醫院拒診 最終撤死 有孕婦肚痛就因核酸檢測過期 無法入院就診 苦等兩小時後流產 有小區的業主 寄餓難耐 偷偷走出小區購物 被志願者抓住後 勒令拍短片道歉 場面就好像在現場庭審 有些小區的業主 連翻牆都受到限制 防疫人員還竟然在圍欄 又想黏黏黏的有 只要隻手一碰到就支難而退 有些小區業主的確收到生活必需品 但是送必需品上門的防疫人員 就要對方說出感謝政府的那句說話後 才肯放手 還有隔離的市民 在領導視察時高叫 我要吃飯 有人說這是西安特色 沒錯 西安城市管理的粗獷 確實堪稱防疫手法很差 但是中官全中國 又有哪座城市封了之後 不是一片亂象 民怨沸騰的? 說到底 所謂西安特色 不過是中國特色的極端體現 眾所周知 中國是目前世界上 唯一堅持清零的國家 但是實行清零 並未實現官方保存一片淨土的意願 感染病例仍然層出不同 而由此導致的社會停擺 管理失能 民生困苦等一系列的衍生災害 更是令人執惑 甚至可以說 在新冠疫情爆發 距離現在兩年之後 中共不惜代價清零所帶來的傷害 已經超過了病毒本身 我想很多人還記得去年8月 上海的張文宏醫生 就提出 要學會和病毒共存 結果受到批判 其實在那時 不僅僅是張文宏 包括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還有鍾南山也說過類似的說話 要學會和病毒共存 外國的專家學者 更是不見有什麼人主張清零的 那麼中共為何非要不惜代價 堅持清零呢? 這種政策背後的深層邏輯 到底是什麼呢? 在我來看 新冠大流行以來 中西方抗疫的方式 之所以存在巨大差異 是因為各自的價值觀 以及社會制度 完全不同 中國不同於西方民主國家 中國是目前世界屈指可數的 極權專制國家之一 而且是最大的極權專制國家 極權專制國家 看待病毒的邏輯 與民主國家相差很大 在中共眼中 新冠不僅是生物病毒 更是政治病毒 疫情不僅是對國民生命健康的威脅 更是對政權的威脅 而對於威脅到自己統治的因素 無論是什麼 中共歷來的對策 都是竭盡全力 將它壓殺在盟牙狀態之中 可以這麼說 就算只是存在很少的 那些不穩定的因素 都會讓中共當權者助納不安 甚至沉食難安 何況新冠病毒 對中共統治的威脅 還遠遠不止這些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 胡平先生說得沒錯 中國的清零模式 絕對不是單純基於醫學 和公共衛生的科學考慮 更多的是出於政治考慮 說得再坦白些 病毒一天不清零 當權者一天就睡得不安樂 這是其一 其二 新冠疫情發展到今天 越來越多的醫學專家和政府 都認為 要在短期內 徹底消滅新冠病毒 是不可能的 人類目前還未具有這種能力 但是中共就不敢以為 大家都知道 中共一貫狂妄自大 自以為無所不能 在他眼裡 再可怕強大的病毒 最終都能將他戰勝消滅 也就是說 中共之所以不惜代價地清零 不僅是因為他認為清零有必要 而且也是由於他自認為有能力實現清零 其三 中共不惜代價清零 還與他奉行的鬥爭哲學有關 與天鬥其樂無窮 與地鬥其樂無窮 與人鬥其樂無窮 這是毛澤東的名言 也是中共一貫的宗旨 一百年來 中共哪一天不鬥呢 而且一旦鬥起上來 中共就非要將對手 不鬥跨不鬥死不可 對於病毒 中共同樣是這樣的態度 不鬥到病毒消聲匿跡 它會善罷金優嗎 與病毒共存 對中共來說 這完全是不可能想像的事 不過 由實際情況來看 中共搞清零搞到今天 不僅老百姓 轉聲再度 而且付出的代價 也越來越大 如果說中共不惜代價清零的初衷 是為了維穩 這樣清零本身 現在已經成為影響中共穩定的最大因素 是否很諷刺呢 以上節目內容 由作者元斌提供 大紀元發表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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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